连胜文需要赶着出院吗 他现在真的到了应该出院的时候了吗 这么低调的出院 其实据了解除了连胜文 他的伤口复原的情况相当好之外 主要还有一点 人高马大的连胜文 他身高195公分 他也不是特别瘦的这种内型 那么这个医院的单人床 其实这个床上他如果躺下去 像我这种身高 躺在医院的病床上面 脚到这个床的距离就这么一点点了 连胜文这么高 他人躺在床上 而且那个病房的那个床 还没有一个单人床那么宽 还要再窄一点 他那个翻身怎么样睡 都睡得很难睡嘛 据说有一天 他躺在这个沙发上躺着 就很累就这样睡过去了 让家人真的是觉得相当的不舍 经过了医疗团队商量之后 决定让他回家去静养 先出院 反正先出院 今天再回来办手续就好了 这个我们以前也常常遇到 为了躲避媒体 住院10天的连胜文 选在深夜低调出院 其实想要快快出院的原因之一 就是睡不好 因为身高195公分 体重92公斤的他 睡在长200公分 宽100公分的单人病床上 翻身困难 无法好好睡觉 还曾经坐在病房的椅子上睡着 家人看了都很舍不得 在和医疗团队商量后 决定回家静养 而据了解 连胜文脸上左右两侧 共逢了15针 预计两天后回医院检查伤口 若是愈合良好 一到两周后再回诊就可以 患要有时候要天天患 有时候有时候一个礼拜患 这不一定啦 这个所以这个 我都讲这个 这个依情况而定嘛 所以我们当时就设计一个制度 就是说 我们出院病人给他一个电话号嘛 然后每天8点到晚上9点 打回来都很接 至于连胜文脸上的疤痕 医疗团队评估 两个月内不用开刀修补 而且疤痕不显著 未来不见得需要进行整形手术 中天新闻台北宋和报道 中天新闻台北宋和报道